好來,同學,我們現在開始進入國一上的二之一 音數與倍數 這個單元其實只是在複習你的國小 你等一下聽到的會覺得跟國小都差不多啦 重點一 音數倍數 在甲乙丙三個整數之中 如果今天甲等於乙乘丙 那我們就會把甲稱為乙漢丙的 倍數 對不對 甲叫做乙漢丙的倍數 那當然乙漢丙就稱為甲的 因數 反過來而已嘛 所以我們看一下立體 二十七等於三乘九 那二十七我們就會講他是三漢九的 倍數 那三漢九就會叫做二十七的 因數 好 那當然二十七也有另外的因數 他還有一乘二十七 所以我們也會說一和二十七都是二十七的因數 好再來往下 一是任何正整數的因數嘛 對不對 一是任何正整數的因數 那任何的正整數呢 都是一的倍數 好這裡老師只寫一個字 0是任意非0整數 有沒有看到這句話 0是任意 除了0以外才行 譬如說 老師舉例 0是5的 欸0是5的什麼數啊 0是5的 倍數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5的0倍 是0啊 所以0是5的倍數 所以我就會說0是任意非0整數的倍數 但是0不能當什麼呢 好來複習之前的概念 當我跟你講說5除以0 欸老師 0如果除以5我會 0個麵包分給5個人 一個人拿0個 可是5個麵包分給0個人 分給鬼喔 齁 所以5除以0 基本上 我們會說它是無意義的 所以0不能當除數 當然不能當除數之後 也不能 因為5除以0就是0分之5嘛 所以0也不能當分母 最後0不能當人家的因數 好 0不能當人家的因數 好 再來 呃 而且 0不是0的倍數 0也不是0的因數 齁 這個你自己把它記一下 那12的因數有哪些呢 好 在列因數的時候 我們都是1乘12 2乘6 3乘4 所以12的因數列一下 好你絕對看得懂 再來 第二個重點 認識值數和合數 好 在大於1的正整數中 大於1喔 齁 除了1和它本身以外 不再含有其他的 因數了 則 我們這樣子的整數 就會稱為直數 對不對 是不是國小的觀念而已 會稱為直數 而如果這個正整數不是直數 也不是1 不是直數 然後它也不是1 我要特別強調一下 因為1什麼都不是嘛 不是1也不是直數 我們會稱為 合數 再來 第一個 7的因數只有1和7 1和本身 當然7就叫做 直數 OK 那15的因數呢 有1啦 乘15啦 3啦 乘5啦 所以你看喔 它有4個因數 那我們就會把它叫做 合數 好往下 那我們容易被誤認的 好 你會把它當直數的 但其實它是合數的 第一個 91 91除了1乘91以外 還有叫做7乘 13 再來221它除了1乘221以外 小心 它還有一個叫做13乘上17 好 那我們最後把1到100的直數 把它列出來 記得 這些直數總共有25個 那拿25個 來 一開始 2 3 5 7 好 除了2357之後 從10開始 你的尾巴 都只會有1 3 7 9 好 所以就是從 11 13 17 19 再來 21 好 21當然不是嘛 所以 23 再來 29 31 37 再來 41 43 47 OK 再來 5的 有53 59 6的 有6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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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3 79 那8的呢 有83 89 9 9的只有一個 叫做97 好 等你把它全部列出來 記得 一定要從頭數到尾 看是不是25個 然後 有幾個人 不要犯 你不要說老師 51 51 當然不是啊 49 77 49 51 有3的倍數啊 那或者是 老是69 69 有3乘23 這些都不是喔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 有一些錯誤 不要犯 看完影片後 你要把1到100的指數 自己列一遍 然後再來做對照